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位嘉宾 我当年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心里的感触是见过丑的 没见过这么丑的 但是到今天 他是被评为我们枪枪三人行 最受女嘉女观众喜爱的男嘉宾梁文道 没有威胁感了 因为 现在是大情种啊 好多那女明星啊 都私下里给我打听她电话 我说我不算帅哥吗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都给截住了 我都截胡了 他都给了自己的电话了 这位 这位要跟大家介绍 这是这个强强的女嘉宾里跟我这个关系 比较暧昧的 最复杂的 当然人家现在都找了意大利男朋友了 看不上我们这身高的 孟广美 咱们大模特 大美女 大家好 哎 接下来咱就看着才女 女 女人她有学赴舞车的啊 咱们这什么话 吓死你 我得已经对着车压死 张老师在美国这个这个多年啊 现在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我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 不代这么把我摘出去的啊 海归嘛 海 著名的女 女 女海归人家写八十年代这本书非常有名啊 再有这位我跟你说 他自己有一个博物馆 最近火了马先生百家讲坛讲古玩 欢迎马卫都老师 这个尽管我说过 但是我还是得再说一遍 初次别人推荐他上枪枪三人行的时候 我说长什么模样啊 他们说基本上是加勒比海盗船长的女儿 但是你看今天人家的打扮真是这个千变啊 今天打扮的像个什么呢 企图扮演福娃08年 结果变成非洲丫鬟 欢迎影子 大家好 影子是音乐剧演员 在中国我觉得也挺难得的一直坚持这个音乐剧 音乐剧因为现在还不是很普及很大众 但是人家影的自己一个人就在七九八 每逢周末是吧 自己连脱口秀带说带唱 不要门票啊 随便自己来啊 就在大街上那么瞎跳 谁在大街呢 那是有屋顶的 对也算是一个坚持理想的 那个当时李安拍那个色戒的时候 他作为第六千零一个也去应征吗 对对对 现在千万不敢跟色戒有什么瓜葛 他真的去参加报名 就是我要抓住任何一个机会 所以今天啊 咱们也得抓住任何一个机会 咱们今天评的讲叫什么呢 最猛男主角 啊 咱们学人家奥斯卡啊 奥斯卡啊 人家奥斯卡评的是电影 我们呢 评是不正经的 但是话 也不太将警了 是吧 但是我们要评的是 年度的这个大新闻 大事儿里头的人物 我们看看啊 谁够格当这个男主角 在过去的一年里 他们肌肉发达 他们头脑灵活 他们虎虎声威 世事纷纭难得解 在乎人后人前 当面算账不算账 背后枪枪 真枪枪 枪枪新春 闹斯卡年度最猛男主角奖 今日揭晓 那一开始咱们都是自家人啊 对第一个嘉宾的任务 你们先这个 呃 帮我们那个吹嘘一下 呃 从文道要不先开始 就今天我们这个最牛 这个男主角奖 呃有什么伟大意义 请文道来谈谈 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这个 制作单位好像 没有顾及时效性 为啥 我看一下这个候选名单 有两个候选人 还没放呢 啊 你先别提意见 你这个人永远的意见分子 我我我批判 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意义 这个讲太有意义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投机分子 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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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大家看出这知识分子如何变成投机分子 的 廣北在你心目当中 你觉得这个最佳男演员 他是个什么掉点 额 呃 我想应该要从三岁到八十岁的女人 都会爱的 三岁 早点吧 就是开始有想法了之后 应该都会 有什么想法 就是 开始有记性吧 我比较晚一点 我12岁才开始有记性 你12岁以前是白痴 12岁才记得 我12岁以前失忆的 你知道的呀 他小时候是遭受过一些搭态 好像是有留下一些心理阴影 老上嫌疑 现在现场的观众 你们其实有一个机会 我们评的这个 你说正经是正经 说不正经也不正经 但是你通过他们每一个人会选谁 其实你可以了解他们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什么底牌 对吧 咱们先看看五位候选者的介绍 请看大屏幕 枪枪新春闹斯卡 最猛男主角 入围的有 梦是兄弟 难兄难弟 非法采煤点突发矿难 两兄弟被困几下 第二天救援终止 五天六夜 一百三十二个小时后 靠吃煤喝尿 两兄弟破土而出 逃离死亡之际 枪枪新春闹斯卡年度最猛男主角入围者 梦是兄弟 他是2007年电视音频上最迅猛的一道旋风 有人歌颂他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用阿甘式的炖鱼 带给人心灵的安慰 也有人说他不过是失忆的人们 用来麻醉自己的一个幻想物 我求求你告诉我 啥叫有意义 我就说好好活有意义 有意义就是好好活 枪枪新春闹斯卡年度最猛男主角入围者 许于三多 在这个城市里他靠狮荒度日 718济南大鱼 他是这个城市的英雄 枪枪新春闹斯卡年度最猛男主角入围者 冯丽安 2007年 他是叱咤政坛的风云人物 最是叶纳尼河畔的惊鸿一瞥 严酷的总统 性感的肌肉 正向俄罗斯流行歌所唱 驾人要驾普京这样的人 香香新春闹斯卡年度最猛男主角入围者 无击 陈水扁 加油喜事 2007年台湾政坛好戏联台 陈水扁依然挂头牌 从入联公投到去讲话运动 他让自己的全家都暴露在了公众的目光下 实时上演经验举目 难道阿扁超了吗 超了吗 超了吗 香香新春奥斯卡年度最猛男主角入围者 陈水扁 好 说咱们奥斯卡 你看学人奥斯卡 人家五条候选影片 我们有五个 给大家看看这个选票 上面就是这五位男主角 咱们的规则 第一怕五进三 第二怕三进二 第三怕 最后剩下俩人 让他们当场PK 刚才这个扎老师笑不拢嘴了 看见那不惊的肌肉了 还能感觉到肾上腺素吗 不错不错 我说实话 我这个当然先从女性的角度一看 我就喜欢 哎呀 五十岁的男人挺紧的 挺养眼的 但是我再一个联想 我说怎么让他得了呢 我因为联想到我们伟大理秀毛主席 七十岁的高龄 唱游长江 因为我是小的时候 看的毛主席是这个形象的 穿着御衣 但是我仔细一想 确实那个时候没有这么生猛 因为我们看的是 你在游轮上穿着御衣 揮手 扎老师 这些话待会有的你说的 你现在就直奔和心 只向这个肌肉男普京了 是吧 不管女人在什么年龄 对于男人这个紧实的要求 是绝对一致的 紧实是什么意思 紧 好比说 广美跟我在 紧呢 就是说男的肌肉紧 对你来说很重要 比如说广美跟我在形体上有什么区别 我们都很高 但是广美是一个模特的身材 纤细苗条 曼妙 我是一个典型的演员 要紧 我们喜欢紧 对男人我们只有一个要求 不能要求男人曼妙 只有紧 没有人喜欢皮松肉懒的 你不信任问所有在场 我怎么觉得你像骂我呢 还行 马老师呢 我倒是对这梦氏兄弟感兴趣 梦氏兄弟 为什么 我觉得在所有的这个候选人中 他是唯一自救的 自己救自己 自己救自己 你刚才讲的是说你要选出你最喜欢的 不一定是你最喜欢的吧 最猛 我觉得最具代表写的 对对对 OK 对我来讲吧 我应该要投凯 台湾的领导人沉水扁了 是是 这可以理解 这可以理解 那你对他 你看到我的心里在滴血吗 为什么 我一边心里滴血 但是我还是要把票投给他 就是 这反派演的太好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 我已经没有 用我的言词来形容这个人了 就是说他怎么能够这么 这么猛 脸皮怎么能够这么 这么厚 哎呦 而且发言完毕 是搬起石头 打自己的脚 越猛 他最后的结果是对他这个 大一转头 他就越不好 所以啊 咱们这个最佳影帝 有演反派的 也有演正派的 他这边算一大反派 是 其实也真是 我也觉得 他这人这个 这个人呢 心理承受能力 我是相当的佩服 你觉得是 一个人就说能不要脸到这种程度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主持人 很了解 对对对 是吧 主持人基本上就是不要脸的行业 对 不是吗 好 文道来说说 我说嘛 我刚才就说 我觉得这个候选名单有问题吗 就起码我觉得有两个人都很猛 我完全不次于这五个人都没放进去 你有另外的提议 那当然啊 你提议谁啊 第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这阵子有没有上网啊 都闹得很热闹 就香港那个艺人陈冠西嘛 知道吗 那多猛啊 OK 我们讲讲 猛也要跟我们讲讲 这太好的男演员了 这还是床戏男演员了 是吗 你不知道 这事我爱听 你没听过这事吗 就是前两个礼拜 香港的网站上 首先发出了 就是这个 有这个香港那个女子歌唱组合 TWINS 其中一个阿娇 跟这个陈冠西两个人裸体躺在床上的自拍像 接下来又出了这个张博之 也是裸体的就在他家躺着的那个自拍像 啊 接下来现在陆续传出的一大堆啊 什么蔡依林啊 萧亚轩啊 妈妈妈妈 就你数得出的最红的女艺人 好像都在他家待过了 然后 然后香港闹得多大 这事 结果一帮我的身边的男性朋友 每个都羡慕的这个牙痒啊 就每天搭地点 就听到那个磨牙的声音 看着我 怎么可能 这兔崽子怎么可以给他一个权稿了 说你自个儿呢吧 没有 我清心寡欲 所以你看这多猛对不对 哎呀 但是你说那我我心里想人家那些妹妹们得多难过 是啊 误了人家一生 对 没说没说 没说没说 但是广美你说这会误了人家一生吗 当然 因为他其中的一个前女友 走最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女孩 最近已经差不多要嫁入豪门了 结果现在人家那个豪门的爸爸妈妈一看那个照片不得了 他那个照片最猛啊 就是为什么呢 那个女女演员呢 女明星呢 不要说 跪在这个陈冠希的大腿中间 然后呢 停 然后呢 大家也想听吗 三级了闻到 这是过年吗 怕是 好好好 反正呢 就是你看误了人家终身大事了 这就 虚亏一贵 我们就从急速下滑 从大国约起 已经到小岛 鸣线了 香港岛鸣线 风里昂和许三多 这年也很火呀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认识许三多吗 我知道 不熟 我每天台湾模特 你了解我们许三多吗 我知道他拍了一部电视剧 叫什么名字啊 士兵突击 可以啊 不错不错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其实我刚才就问他说 喂 雷世 你是鬼啊 我问他 我问他说 你认不认识他的呀 他告诉我 那是个虚狗人物 但是其实后来 其实我蛮早以前 就知道这部电视剧 我那时候 看 知道这部电视剧 我最 第一个想法 我真的很想把这 这套电视剧 买回去 给我弟弟弟看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弟 就像许三多早期 就很傻 他们家一个家族 都在特点 12岁之前没记忆 那你弟弟到现在还傻 他特点 到现在还没明白过来 我觉得傻没有关系 但是很重要 有一个 我觉得他们有个 很共同的地方 他们都很善良 就是你真的要我来 形容我弟弟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弟弟没有什么很 就是没有什么 可以很令人骄傲的 唯一让我觉得很骄傲 我弟弟真的非常非常 非常的善良 但是他就是少了 那个许三多的那种 坚持 然后那种执着 那种 好像傻的人 很难不善良 他干坏事 早给人灭了 现在这年头一说 说不过他是个好人 这都像骂人的 意思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是个好人 我跟你说 真有好人 我为这个风利安宣传宣传 我觉得人家是救活人的 当然是救活人了 就是济南下大雨的时候 卖破烂的 捡破烂的老头 平常你们在超市买东西的人 你们谁看得起人 那一眼了 结果人家就是 看见那个水啊 把那个地下超市淹了 哎 真的是救人啊 这老头到后来这个停电嘛 就全黑了 然后呢 他就是又跑到外头 找了一条特别长的那个帆布 一直拽着进去 他说我一次就拽出十多个人 要不然都成鱼缸里的鱼了 我也特别愿意投这个老头的票 因为尤其是我联想到是什么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长大 有一个金逊华 这可能现在小孩都不知道 他也是在发洪水的时候 他是救了什么 救了两根电线膏 而且自己还死 怎么能救电线膏呢 是国家财产的 国家财产 他在抢救电线膏的时候 那个时候跟今天不一样 他是那时候宣传的是 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 生命是不重要的 所以他就是他的生命呢 在水中换了两电线膏子 结果还没换上来 东亚给人的一个 一个就是比较比较强烈的 主要是他身处卑微 他是一个 我看了 他就是靠捡那个矿泉水瓶子 什么捡人费气物 来生存的一个人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够冲进去 不顾自己的安危 而那时候人性的 本能的那种光芒呢 是不是我们能 不在座的人能想象的 我们是通过电视 通过事后 简单的说 这个人还活着 如果人死了 我们很多 反而都被淹没了 而且他不是 而且他不是那种 就是怀抱烈士 情节一天到晚 没事就想着当烈士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只是在一个 非常的时刻底下 他觉得那是本能 他觉得就是应该这么做 坏了 我想这种好人 就是你常问他们 比如说我常看一些访问 问一些这种好人 你说你当时怎么会这么做 他们常常会有一个反问 反问什么呢 他说那坏了别人也会这么做 对 就这是一种很信赖 人性里面 还会有这种东西 对 那个烈士不一样 咱们刚才都经过了 非常充分 辗转反复的论证 最终 咱们票数上见 现在我宣布 看好你们手中的选票 一个评委 选三个 开始投票 瞧瞧 瞧瞧 闻到的无心投票了 咱们给美女鼓鼓掌好吧 咱们给美女鼓鼓掌好吧 浩子 流一滴泪 流入了眼神憔悴 满字轻椎 拨欠了日日夜夜 又让破碎 又让破碎 就笑了吧 又让破碎 七村灰 结束了诗语缘味 今次消退 冷却了世世卑卑 悄然枯萎 就散了吧 爱记得呀 爱记得呀 远去的他 梦中乱乱的奏话 相拥的时候 不知如何去表达 他说了此岸天涯 彼岸家 爱记得呀 回来的他 生活慢慢的风伤 重逢的时候 不知如何来回答 他说了 用少年话 做说话 成功的时候 不知如何来回答 他说了 用少年话 做说话 咱们欢迎光美 给他们表演个模特走秀 不要闹了 我跟你讲 模特走秀 不是什么专长啊 太专长了 这不是专长 而且呢 这个模特走秀的方法 是一直在变的 我现在已经跟不上了 我们也挺喜欢 怀旧复古版的 我今天 我现在有点 这皮靴也不错 看着就不便宜了 哎呦 这 多爽快 你看 不是 我突然想一件事 就我们当年啊 在那个90年代的时候 走秀呢 是要 提气的 全体提在这 所以走路上很轻易的 哎呦 好啊 再转一下 这以前呢 是叫猫腹 但是现在流行的 这年轻小女孩 十五六岁 怎么走呢 来来来来 去这路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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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载戏吧 那个 我们现在 也不再 先说这个 结果 刚才都很有特长 你看咱们这个 两位女嘉宾都有所献意 影子唱的叫什么 右手年华 左手华 右手年华 左手华 这是表达了一个女性 她的某种心酸 右手年华 越来越松的一种 哈哈哈哈 右手年华 就是你一生的写照 最后不小了 左手华 还能开几天哪 好 反正 刚才咱们这个娱乐一番之后 又回到咱们今天的正经事 正经事咱不说了吗 五个里头 要挑三个 刚才经过紧张的计票工作 我们马上就知道 第一轮五进三的结果 现在我郑重宣布啊 羌羌新春闹斯卡 年度对蒙影帝奖 第一轮投票 结果是大屏幕 呃 陈水扁 对不起光美 你看 你们领导人是吧 惨点 第二轮 咱们就变成三进二 哪三个呢 孟氏兄弟 封立安和普京 在这三个里头 第二怕我们嘉宾需要做一个选择 就是你们得替出出一个 这次得反着来 谁不要谁 嗯 不要谁 当然呢 我我可以这个先给大家啊 播放一条这个小片段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孟氏兄弟 他不是都已经得了最高票数吗 得了五票 人人都选他 为什么 很多人啊 是看到后来啊 他们接受我们这个采访 讲的一段话 搓了搓 开始往上爬 爬到 完了 顶的那个壁板 这么磨了磨 还有点石头 有点啥 是小的 完了我就使冒斗子 紧铁着这么拉 这么拉流开这个地方 实际一偷 一偷 完了的时候 他不哭啥又下来了 完了的时候 那就醒了就喝两个 阳光 这么大了个空中眼 满长的阳光 满空中眼的阳光 那是啥 这个东西这种生命力啊 对我觉得 呃好像说建国前 就是在井下出了这个矿难 生存时间最长的 听说啊 是28天 嗯 但是呃 1998年的时候 内蒙还有一个矿难 那人是创了记录了 你知道他在井下多少天吗 嗯 32天 就给矿难封住 32天怎么活过来的 你知道吗 幸好有一头骡子 啊 有一头骡子 完全就靠这头骡子 哎呦 先是拿自己的这个 最后实在没吃的 但是得活下去啊 然后就是拿自己的腰带 缠着这骡子的脖子 然后拿一个那个井下的 那个搞把棍啊 嗯 要把这骡子给勒死 结果骡子多聪明啊 一看就剩咱俩了 蹦一下 这骡子就跑了 但是其实矿难哪都封住了 骡子也没处跑 骡子转了一圈 又回来 给他生生摁水 给淹死了 但是吃了三十天呢 那骡子的肉后来都腐烂了 吃下去就吐 吐了他还吃 就这人家生存能力 最后就活下来了 哎 哎 感叹吧 真是 嗯 不可想象 影子呢 什么表情呢 这是 想象不出来 想象那个骡肉 想象那个骡肉 别想象骡肉了 咱这个言归正传 我说三个里边 咱们现在可以讨论一话题 不要谁 嗯 这就涉及到说的坏话了 是吧 这挺有意思 我喜欢 嗯 就是 从谁先开始 文道吧 好好好 你你觉得想剔除谁 我当然想剔除普京了 哦 咱们就跟鸡肉为敌吗 对没错 人家那么紧 就恨什么 对不对 我们当然看他不顺眼了 最主要就是呃 我想 古今是一个当今世界上面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坏的一个示范 就什么示范 就最近几年很多学者都研究一个课题 叫做明去民主化 什么叫去民主化 就是说过去大家总觉得呢 民主是个什么东西 就一旦你达到了就不会往回头走了 是这样的一回事 原来不是的 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 他完全可以是民主了 但是走回头路的 比如说俄罗斯 而俄罗斯为什么会走回头路 其中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普京嘛 就是他用一个很大的个人魅力 那是一种民粹主义 就等于像过去宣扬伟大灵秀一样 就是直接的对着老百姓 利用老百姓的盲目的崇拜 那么达到个人的权利的欲望 那么哪有 我从来没听过有这种事的 当完总统 然后下一届又跑回去当总理 而且呢现在还事先声明就下一年 下一届的这个政府呢是内阁制 这大家知道这个分别在哪吗 总统制的话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行政部门 总统权力最大 内阁制呢就是总统是虚位的 而这个总理或者是首相才是实权的 那你这不就乱了套吗 你普京当总统的时候你国家走的是总统制 你普京去当总理的你们就走内阁制 就你哪一天你要是当了财政部长 那是不是以后你全国家权力最大的财政部长 你当了某个地方的派出所的所长 那那个所长就全国都听他的事 哪有这种道理呢对不对 我觉得是个非常邪恶的人 而且非常虚伪 邪恶 对我觉得很邪恶 非常虚伪 我刚才第一个立主选他就是 其实我是一个反讽的意思 给大家一个警示 他做这么一个肌肉男做的 这个做秀做的多么成功 但是实际上他实行的政策 完全是使这个俄罗斯民主是走后退的 对 而且大家他这个紧就是媒体非常紧在他人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邪恶 因为他好像确实是有民意 我们在有的时代里面你看到的代表民意的这种有魅力的领袖人物 包括希特勒都是很有名 希特勒一讲话很多 德国女性都中文 我研究过 我研究过希特勒演讲的艺术 你知道吗 基本上是后脚跟发力 你注意那个 希特勒 因为他也是个演 应该说是个演说家 对吧 我看了大量他的纪录片 最后我就发现 基本上是个后脚跟发力带抽筋 就能出来他那个范儿 你看就好像希特勒一讲话就 这个劲 这个劲他就活了 而且后来这是真实的统计 说希特勒当您演讲 说下面有很多德国女青年就兴高潮了 有件事 那我更得先来学习 而且我也研究普京 我跟你说 人从三岁看老 当然你三岁前也没什么记忆 就是说三岁看老 普京在他亲口说过一件事 他说有一件事 我觉得普京与我心有七七言 他这件事呢 跟我小时候一件类似的事啊 一模一样 所以我老觉得我跟他有点哥俩 你知道吗 他就说呢 小时候他有一天 在他们家 发现一只老鼠 这个老鼠啊 他一看老鼠 他就想杀了这个老鼠嘛 就追 哇就追 一直把老鼠追到退无可退 就追到这个墙角 然后这老鼠哗 他就回过来 你知道吗 就狗急跳墙 其实鼠急了 他就哗一下过来 这个普京一看 这老鼠跟猫一样大 猫一样大的老鼠 这老鼠蹭加从他扑过来 普京 撒腿就跑啊 你看他本来很强硬 这老鼠哗炸 就绝地反击 蹭他就跑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跟这个强人做斗争 其实他往往是指老虎 嗯 我为什么说我想起我小时候那事 你也遇过这种 你也欺染怕硬来的 没没没没 我小时候有个心理阴影 是大公鸡 一个这么大个的 一个大公鸡 就这么高 对 桌子这么高 就在我们家那个胡同那儿 那时候我上小学 我每天我发现这个人就这样 你碰到坏人呢 你不要怕他 其实他也在观察你 嗯 为什么成了我长达两三个月的一个心理阴影 我每天去上学的时候 嗯 我就发门口 其实我怕他 他太大个了 他老弄个大嘴那样的 我就看一下 哎 没有 然后我就登登登登 轻轻走 很快我就会听到背后空中 呼 不是什么音啊 不对 崩一下就叼我屁股上 你知道吗 然后他 他叼他 他拧 哎呀 好发死我了 哎呀 这是性焦虑 性焦虑 对 他叫鸡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案例 就是分析很多小男孩都有类似的这种经验吗 就是 很怕鸡 每天 就是为什么怕鸡呢 他们最怕鸡去叼他自己的鸡 哎 这是一种男性的性经 他叼我后面行吗 门道 他没叼我 那你这是另一种性焦虑了 这不会就是 我就说呀 你跟他也就演对眼儿 第一次演对眼儿 他看出我害怕了 那么他看出我害怕了 我要是一挺胸啊 其实鸡肯定就跑了 应该小时候童年有被虐待的性受虐的倾向的长大以后往往容易变成虐待狂 你现在有这种倾向吗 就是说小的他没有受虐 他没有受虐 他被大公鸡啊 他不喜欢啊 被被大公鸡 你如果说他很喜欢给那个大公鸡这么刁那就有问题了 受虐狂的话就有问题了 对对对 我跟鸡之间的关系探讨的非常好 咱们掌声结束这个话题行吗 好 那咱们还是回归正题 咱们就得投票了吧 再投票了吧 这一轮投票就是从 剩下的这三位候选人当中 每个人选择你要的两个 这样的话 自然票数最少的那个人就是被剃除的 所以说这一轮的投票叫三进二 现在开始投票 好 这到最后第三part了啊 第三part咱们就是两大批 刚才第二part呢 三选二 到底结果如何 现在我们就看看第二轮投票的结果 请看大屏幕 嗯 四三三 梦是兄弟还是最高票数 但是呢 封立安和普京 这俩排一块了啊 但又得求老佛爷保佑了 哎 哎 只能出一个 只能出一个 只得哎 这算出来了啊 他是爆出来的 那也不 哈哈哈 所以嘛 救人的好人有好报 嗯 封立安 咱们大家鼓掌吗 好 那么现在俄国人已经给我们排除出去了 剩下的两个候选对象是孟氏兄弟和封立安 就这两个嗯 啊 两大PK 嗯 还要投票 但是呢 在这一part里啊 大家有机会见到人性的改变 跟前两part咱玩的不一样 咱换种玩法啊 我先问问你们 就这俩人 封立安和 不是仨人了 两两两两组啊 梦氏兄弟封立安 呃 从影子开始吧 你要叫你选 你现在的第一印象 你选哪一个 得讲 孟氏兄弟 我刚才就选的孟氏兄弟 孟氏兄弟 有什么新的理由要补充吗 没有 还是一个字 紧 这个不是锻炼的结果 它是长期一个自然劳动的一个结果 因为他们的求生意志够紧 对吧 好 马先生呢 我也是 我也是 我觉得还是孟氏兄弟 好 那詹老师呢 我其实是比较犹豫的 因为呃 其实刚才出于这个导弹心理 我是投了普京和这个孟氏兄弟 想让他们俩PK一下 当然我最终是会希望孟氏兄弟赢 但是现在既然只剩下两个 我都很 啊 觉得都很 很棒的 呃 两个候选人 我就比较犹豫了 因为我首先很高兴 我觉得就是这个三个平民代表里边 许三多是我最不赞成的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假的 就是说他是 就是北京话讲 其实特轴 就是特简单 一根筋 没脑子 其实呢 然后他这个电视剧 又把他编的这种人呢 在现在这种社会里居然能最后能成 能得好报 但是这是很不真实的 实际上那些精的人看着这个才高兴的 他一点不会学这个许三多说我也变得轴一点 傻一点 正好你们傻的人都都去傻傻干吧 最后我们还是占高枝 现在你们两位呢 我是喜欢孟氏兄弟的 就理论上当然我觉得风立安这种就是 救人是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很值得提倡的品德 但是孟氏兄弟作为演员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演出好的地方还有时候 当男主角女主角要有好的绿叶 对不对 好的配角 嗯 他配角很好 他配角我觉得就比风立安的那帮配角猛太多了 他配角是谁 他配角是谁 我给你念一段啊 我看到我手上有一个就是一些新闻报道采访过这个孟氏兄弟 就说啊 当时呢 他们不是被停止救援吗 对那些救援队的人怎么停止救援呢 那个过程是这样就有一天晚上八点多领导来了当官的那真有派头啊穿鞋都得有人给他穿 我亲眼看着有人给他穿鞋呢 把皮鞋取了怕有灰尘 那个人拿旅游鞋给他换上 然后给领导设坐沉箱的矿泉水箱给他坐上去 不知道是交的硬啊还是搁的荒 保安又开车去拉老板的椅子过来让领导坐好 这是管这事的管抢险的领导 吓着抢险队在干嘛呢抢险队呢真是演戏式的花架子中看不中用 他们两个人背着氧气包进去三四米就出来了说太危险了 然后是工人就说那我们工人怎么挖进去的我们就不危险吗 我觉得这整件事加起来就太有意思就说什么就说 今天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灾难发生有这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仍然有这样的领导仍然有这样的公务员是说抢险队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我们国家需要提倡的是一种人人自救人人自助的精神 就是遇到什么紧急状况不要指望别人不要指望政府能帮你多少 先问不要问政府能为你做什么先问你自己能为你自己做 那我说 那刚才说举手孟氏兄弟的是谁 我全票啊 他选风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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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天呐这事复杂了 我选风里安了 不是你选哪个 孟氏兄弟 呃这事复杂了呃现在的这个局面呢是四比一呀光美那一点不复杂的就是你是极少的少数派但是凡是选举啊凡是选票我所以我说第三怕咱们展示一个人的改变一个拉票的过程你选择说服的对象是谁 我刚才就是动摇派对对对对对看着他肯定是一个好咱们请上座哎大老师早知道我就当墙头草我随便跟着大家选就好我就不用你你你这样你你得动用你的全身公式我们的规定呢你可以什么呢呃叫小知以理动之以情幼之以利都可以你都知道我是没什么学问也没什么大脑的人了我只能够就直接 就是其实很直觉的反应我这样讲吧我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自己经历过一场那个生死的嗯真的就是一个生死关头我我在我从直升机上面掉到海里面去然后我在对对对对我在海里面是在意大利的海面上意大利的海外海那个时候我在海里面载浮载沉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自救怎么自救我甚至于没有想到说我要怎么样可以救 救我男朋友我不是要提提倡什么烈士精神你想想锋利安当时去救人的时候他有想要成烈士吗我不认为但是他有很大的机会他有很大的机会会变成烈士对是吧通常会跳下水里去救人而成为烈士的人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对我要牺牲我自己然后我要什么阳明立万那个游民千古所以我觉得是很小的动作 王美说的亲身经验啊以情动人咱们给他鼓鼓掌好这样也够可以了这说服公事不惜把意大利男朋友都出卖了是吧这么来说服你张老师你看看你你自己怎么想啊我现在就要表态吗还是要留个悬念你可以说说你怎么柔肠白转呢我确实觉得他这个故事很很打动我我已经都忘了投票这个问题我在想在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这个时候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还去想救别人哪怕这是救你的男朋友但当然我在想如果是比如说我的女儿这个时候这个母性可能也许会有这种彻底的吸引的他救的都是陌生人而他说的这个老头真的是救的是跟他没有关系我还特别再举一个例子你记得我记得在美国那些风灾的时候大家看到在一片混乱的时候 什么状况最多打家结社打家结社去超级市场里面打破玻璃然后去搬很多东西出来风灵安他是一个拾荒老头你的意思他本来也该去打家结社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性这是丑恶的人性的一面对他大可以这么做好广美啊这个说服工作还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呢你的故事太感人了之后容易让评委跑题了你知道吗他唱了本来你想劝他干什么来了好谢谢 扎老师虽然这个影子扎老师说的这个音情不定到底最后还是要落实在咱们这张选票上现在我宣布啊第三轮最后一轮投票二选一开始投票 好现在咱们这个颁奖仪式即将展开啊咱们这个闹斯卡嘛闹斯卡就得有最终颁奖咱们今天变了这么一大轮投了三轮票最后的结果他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改变 现在我来宣布 现在我来宣布 我来宣布 我来宣布 枪枪新春闹斯卡 最猛男主角奖 最后得主是 划风立安 耶 好 那现在我们就求我们所有的五位嘉宾站到舞台中央 组委会研究了一下 估计呢获奖者没有一个会来领奖的所以呢我们就自娱自乐 获奖人 风立安 组委会建议的领奖人 孟广美 理由是坚定不移 扭转乾坤 有请佛美 从我们的这个李怡小姐当中接过我们的闹斯卡大奖 大家看闹斯卡大奖这造型 好像一个孕妇在跳舞 来来来 哎好好好 谢谢 好 好 孟美 你是 来来来咱们给她鼓掌 谢谢 对 孟美 你不仅代表了风立安 领取了这个奖项 而且按照组委会规定 获奖感言 你也必须代表风立安 给我们来一段 你可要代入角色 这个时候你就是风立安的亲人 或者你就是风立安 女版风立安 那你想象她如果站在这么一个领奖台上 她会说些什么呢 大水来了 快跑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你是感谢风立安的爸爸和妈妈 一般人家拿奖 我从来没拿过奖 所以总要照例说一下 今天很得意 如果我代入角色的话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拿到这个奖 然后我也要说我可能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 我也没有风一竹石的生活 我捡破烂 我捡破烂捡了四十多年 能有今天非常不易 对 但是我觉得我 我 我跟大家一样的有一个热心肠 然后我在一个特别的灾难当中 然后有一个特别的机缘跟 有一个缘特别的缘分跟机会可以去 救人家说的这个佛 佛祖说这个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所以我今天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缘分 可以救这么多人的生命 我觉得是帮我自己增加了很多的福报 所以在你们感谢我之余 我也要感谢你们 哎呀比风立安说的强多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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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风立安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的闹子卡就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还有最牛什么什么奖来评选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 谢谢 他并不小